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那么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 美国也开始经历了向中国 起初经历的那种恐慌和那种混乱 现在美国的经济和美国就业 开始受到影响和打击 那么美国政府现在紧急制定了一套 涉及金额一万亿的这样一个政策 并且承诺在两周之内 向每一个美国人发放至少1000美金的支票 那么详细行为怎么样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那么在上一期做美国股市狂跌和美国产业结构 经济结构的这个节目里边我说过 美国人的产业结构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中国主要是在楼市和存款 而美国主要是股市 很多美国人的银行里边是没有存款的 之前有一个报告调查 很多美国人在银行账号里边 连400美金都没有 这在很多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美国人的生活 它是比较稳定 这个国家稳定了太久 那么比如说我有一份工资 我一个月5000块钱 或者我一个月8000块钱 好 那我可儿这个工作 他们的工作不是 就说只要你是社会中上层一场工作 不是那么容易变动的 很多工作一干就几十年 它是非常稳定的 那么我就可儿这个算 比如说房贷 我这一个大的single house 那么一个月房贷 比如说2500 那我一个月挣8000 好 我卡掉2500 然后我在车贷卡掉一部分 最后剩下一个月还能送点钱 美国人不剩钱的 剩了钱怎么办呢 他这些钱比如说跟朋友去吃饭去 去度假去 或者他就放到股市里面 所以美国人的账户上是不存钱的 甚至过得稍微差一点呢 他每个月是说 他的支出要比他的工资收入高 那么他下班以后 他还要去打一些零工 把这个钱补上 补完了他就回家睡觉 回家携着去 配家人去 美国人很在意家庭的 那么这种 就是说经济的结构 就导致了美国社会的抗压能力 比中国人要差 中国人是这样 我之前说过 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顺民 结果中国政府还不是很珍惜 中国人你只要给他狗饭吃 只要能活下去 他就不会闹事 所以从抗压角度来讲 中国人是很抗压的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所以说美国现在陷入了危机 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 美国人现在有18% 大概是说没有工作 或者是被减少了工作时间 那么在这个18%之前 美国的失业率是3%点多 所以这18%你再减去 3%点多 就大概是新增了15%的人 那么这15%人大部分是什么呢 这15%大部分是从事一些比较 就是说怎么说呢 比较低收入的这样的 比如说一些餐馆的服务员 比如说一些送外卖的 送快递的 还有一些就是打零工的 这样的人 那么这些人都是低收入群体 他甚至有些人都没有医保 所以现在群势紧张之后 怎么办呢 这些单位就把他们开掉了 因为单位也不工作了 包括现在餐馆 很多地方餐馆都开始停止营业 酒吧也停止营业 留他们没有用 所以这个经理老板就把他们开了 如果这些人不管 那么将会美国社会就将会骚乱 那么值得万幸的是 美国政府它是一个小政府 它是一个以服务为宗旨的 它这个为人民服务不是挂在嘴上的 它是真正落在实处的 它现在提出了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涉及的资金总额有1万亿 那么其中大概有5000亿美元 5000亿美元用来干嘛呢 用来发支票 现在两周之内先发2500亿 每一个美国人成年人 能够收到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 那么具体的实行呢 就是还要进行 比如说审批和一些计划的考量 以确保这笔钱真正发放到需要的手里面 你比如说有一些富豪 有一些老板 有些富翁 他不差这1000美金 他家里有存款 战事房躺着地家里是吧 所以他不缺 那么这些人钱就不应该给到他 而是把这些钱给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所以说美国这些政策制定者们 他们在想方设法的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发放原则 那么尽可能的让这个钱真正的是做到 能够落到实处 而且我相信美国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钱是没有人敢过手的 美国的这些政策是非常透明的 没有人敢贪污 那你不像中国 那么中国现在是怎么过手的 我不知道 中国以前清朝的时候 包括明朝的时候 它有一个讲究 叫做火号 什么叫火号呢 这个火是一个火 就是点火的火 号是消耗的号 就是以前把这个散碎银子 你要给它筑成银钉 筑成银元宝的时候 你在炼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燃烧嘛 融化 它有一些损耗掉了 这个损耗掉的银子 比如说我这个一斤银子 一斤银子烧完以后就不满一斤了 那么损耗掉这部分就叫做火号 在中国以前的官场上 有这么一个讲究 比如说户部拨了银子 去比如说修这个黄河 制黄河 清淤沙 拨了十万两雪花银 这个雪花银呢 户部拨到哪一层 中间大概要经过这么 至少五层的这个官僚体系 这个钱层层转 才能转到基层 那么每过一层 有讲究的 我过一层我就要抽一层 这就叫做火号 所以说这十万两雪花银 到地方上 能给你剩下一万两 就算是官老爷们 比较有大局官了 比较以大局为重 而根据稍后这个1000美金发放之后的这个情况来看 看是否能够解决这些人的需要 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再发放2500亿美金的支票 还是一人1000美金 而且有可能这个钱还会更多一些 这些人还在进行紧急的商讨 稍后会有消息 如果出来的话 我会给大家进行播报 那么这1000美金能干嘛呢 美国的物价大概是这样 即便是现在Costco缺货 但是目前都没有大规模的上涨 也就是说美国的物资 这个是充足的 美国的Costco Target还有这些商店为什么会缺货 主要因为第一点 美国人之前特别松 他觉得没什么事 然后呢 现在出事了以后 他重视起来了以后 很多人去抢购 抢购 美国很多家里有那大冰箱 他一抢抢购一个月的东西 他不出来了 所以说这部分额外的 就商场平时日常运作的时候 每个月他大概的销量是多少 他备货是根据这个备的 那么现在突然出现了提前一个月的这个销量 他就把这部分的货呢 就都买空了 他库存就没有了 那么接下来这些商场的经理们将会开始调货 调货周期大概是三天到一周不等 因为美国的运输啊 主要靠这些卡车司机们来运货 运货 调货 卸货 大概是三天到一周不等 将会继续把这东西填满 美国的物资供应是非常充足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要不用恐慌 你看我吧 我就没有囤太多的东西 我就大概是背了大概两周吧 两周的东西 我没有大规模的来进行背货 而且像这些厂家他也没有涨价 那么以现在物价来看 一千块钱一家三口吃 都是像我 假设都是我这样大肚汉的话 实际上应该是一家三口 一般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 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 一家四口算 然后呢 这么来算的一家人吃的话 你要省上点吃 500块钱 你吃一个月是不成任何问题的 我没跟你说吧 这么大 就是说四片去骨的鸡腿肉 六大包 二十块钱 那大长排的猪排骨 也是二三十块钱 那抱着很沉的 多少颗我忘了 在Costco 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们吃是不成问题的 那么这笔钱 说实在的一千块钱 不能让他们奔小康 也抵不上他们日常收入 但是这笔钱可以有效的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省着花的话 可以有效的保证你活过这段时间 保证你不会饿死 但是呢 我要说但是了 但是这种办法是治标不治本的 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情况 你才有可能让这些人回去工作去 他们一个月的收入 有时候就是两千块钱 三千块钱 四千块钱 你发这一千块钱 肯定是不管用的 而且如果这个人 他之前咬着牙 就比如说有的人咬着牙 他买了房了 一个月两千块钱房贷 那你这一千块钱 还不够还房贷的呢 这就完蛋了 所以说这个一千块钱政策 到底能够多有效 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再来看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分析这个政策很有可能的 它不会给到所有在美国的人 就说它只会给到美国国籍 美国公民 那么你要知道美国一般人来说 你拿到绿卡以后 你要五年才能申请入籍 入籍还要考试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些咱们说叫低格人口吧 或者说低收入人群吧 他们加入美国国籍的可能性不高 有很多美国的低收入人群 它实际上都是处在一种黑户 或半黑户 或者有的甚至是一些 怎么说的 一些特殊状态 所以这些人甚至有可能 他最后都收不到这一千块钱 那么但是客观的说的 美国政府这个做的确实是很好 不管从感情上 让他们知道国家不会抛弃他们 从理智上也有实惠可以拿 有钱可以拿 而且这个只要政策 只要它这个方案制定的合理 确保这个钱用到真正需要用的 或者说只要绝大多数用到 有一些比如被冒领了 这种情况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总有漏子 总有漏子可以钻 对吧 但是只要是大部分能不能给到 那么我觉得美国就可以撑过眼前这个情况 而且现在美国有一个医药公司 他宣布他发现了上百种抗体 那么最快情况下到4月份 他们就可以出药了 那么这个药出来以后 进入人的试验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有可能到7月份或者8月份 这个药就可以大规模生产了 那么疫苗是一方面 那么特效药又是另一方面 所以如果能够撑到大规模特效药 这个病变得可以治了 只要不死了 那么按照美国强大的医疗系统 和这个医疗的这个保障 还有就是这个医保体系的话 那么美国可以说 有可能是率先从这个疫情当中 就是说 挣脱出来这么一个国家 好吧 那今天的相关内容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今后还有什么新鲜的内容 和这个后续的发展 我也会第一时间向您进行播报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